大家好,我是依依 红烧肉的做法简单又好吃 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家常的做法 做好的红烧肉,色泽红热,肥而不腻,特别下饭 今天买了两斤左右的五花肉,花了30元 这个五花肉是14元一斤 要想红烧肉好吃,选肉是关键 要选择这种肥瘦香煎的五花肉 先把五花肉对半切开 下来锅烧热后,把猪皮炒下烙一会 这样可以去除猪皮和猪毛表面的异味 来,斐烙至猪皮表面微黄即可 处理好后,放入清水中 把表面花黄的部位刮洗干净 才能去除肉皮上的黄泥味 洗好后,把五花肉放入清水锅中 加入去腥三件套 葱,茄,姜片,料酒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再煮三分钟左右 期间要撇去浮沫 然后把五花肉捞出来 放入清水盆中,清洗干净 再把肉块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大肉块 做红烧肉的肉块一定要切大一些 这样吃起来才过瘾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下来准备一些配料 把生姜切片 葱切断 切好后,转入盘中 再加入两个八角,桂皮,香叶备用 下来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用热油滑下锅 一会儿在炒肉的时候才不会粘锅 再把热油倒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肉块倒入锅中翻炒 开中火,煸炒出五花肉里的油汁 这样做好的五花肉吃起来才不会油腻 油汁煸炒出来后 放入葱段,姜片和香料炒香 把香料里的香味炒入五花肉里 做好的红烧肉吃起来才会更香 中火炒大约两分钟左右 然后把肉块盛出来备用 锅中的油不要倒掉 加入20粒的冰糖炒糖色 炒糖色时,注意要用小火炒 大火炒的话,炒好的糖色容易发苦 炒至糖色成枣红色 大泡泡变小泡泡时 倒入炒好的肉块 盖中小火,翻炒均匀 让每块肉块都均匀的裹上弹色 再倒入适量的料酒 适量的生抽,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多一些的开水,腌过肉块 这时把锅里的葱段调剪出来不要 盖子盖住转小火炖煮50分钟 50分钟后加入盐调味 继续炖煮20分钟 20分钟后把香叶,姜片调剪出来不要 再开大火收汁 收汁期间避免糊底 要不停地用铲子翻动 收汁至汤汁浓稠即可 好了,软糯鲜香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红烧肉,色泽红润,肥有不腻 好吃又下饭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视频见